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互聯網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但是過度的濫用自由表達亦產生了很大量嚴重誤導的言論 令到思想不太成熟的學生、年輕人很容易受到影響 在最近美國高倫比亞大學畢業禮上 高倫比亞大學校長布林格發表了一篇演說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錯誤資訊的世代 布林格開宗明義說當下的時局鬼骨令到人很憂慮 包括八年一遇的大流行病、氣候問題引發災難衝擊我們的生活 種族主義的暴行使得美國黑人的反歧視鬥爭又走入一個新的可怕的篇章 很多公民甚至拒絕承認這個不公平的歷史和真相 這些都使得情況更加糟糕 其他無辜的令到其他無辜的群體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我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受到影響的 布林格校長最擔心的是 現今世代濫用言論自由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從而產生大量嚴重誤道的言論 這些言論正威脅我們的道德、倫理、公正、明知和理智的世界 而更危險的是系統的造謠行徑正在滋生和不斷放大 例如否認疫苗有效性、否認氣候科學 否認選舉的公正性、否認歧視對過去和現在所造成的影響 這些惡意傳播錯誤資訊的行為正在侵入我們的思想 而互聯網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的進步 正在被用來擴大這些危害行徑的影響 而且可能達到了人類社會從未遇到過的程序 在幾十年前一個瘋狂的理論或者想法 就需要花費很多精力才能夠接近或傳達到普通的群眾 而透過利用一些憤怒、偏執 在民眾思想裡面摘根 現在的問題是整個過程現在只需要幾秒鐘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的例子來講一下這個 剛才布林格所說的一些情況 可以用一些很生生的例子就是香港的反修例運動 在2019年 你想一下如果我們沒有這個互聯網的世代 要呼籲、激發很多人出來 搞事 要做些什麼呢? 首先你就要印很多在街上派很多傳單 然後你又要貼很多街招 又要刊登報紙 然後你又要在電台上講 要給出一些理據 叫人們相信這條的反修例 這個逃犯條例應該要反對的法律 根本在短時間裏面做不到什麼效果 不過現在是怎樣呢? 現在很簡單的 你找幾個冷氣軍師、鍵盤戰士 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地重複說 這些是惡法、這些是送中 就已經可以引起很多不知就裡 一知半解的人起哄、廣傳 這樣就會有很多人上街 林格校長就說 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可以稱之為 虛假資訊的時代 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小事 美國的第一修正案 就禁止美國國會 所以美國第一修正案是什麼呢? 就是禁止國會制定任何法律 以確立國教 就是妨礙宗教自由 剝奪言論自由 侵犯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 干擾或者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 而這個第一法案就令到 美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 特別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面 就創造了世界上 甚至是人類歷史上 最能夠保護言論的社會 而當初核心的價值 核心很簡單的一個前提就是 包括了謊言和謬誤在內的糟糕言論 可以透過更多的言論機會去加以補救 而不是需要依靠政府的干預 目的就是要令人類思想 能夠在智力上更加自立 能力上也更加寬容 但是人類不是完美的 人類有一種自然的衝動 就是會抓住一些信仰 跟一些有相似的信仰人 聚集在一起 從而相互加強他們之間的意見 互相鼓勵 這些就是所謂的圍奴取戀的特性 接著就會形成一致的動力 去改變或者阻止跟他們的意見不同的人 由此就會產生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不斷升級的不寬容回圈 但事實上我們只有在規則和生活的經驗裡面 才能夠學會思想開放 才能夠減低我們固有的懷衝動 而特定的謊言傳播 蓄熱的虛假資訊和宣傳線動 正是嚴重削弱了學問和專業知識本身的理念 虛假的資訊也會鼓吹起很強烈的民粹主義 令到一些很多 令到一些專家的名譽掃地 甚至被公然取少 當我們詆毀某一些特定知識的時候 有問題出現就是 你的仔細思考會變得更加困難 也會令到自以為是 江壁自擁這些傲民態度 越演越烈 而且變成一個常態 而危險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會破壞了一個自決社會 利用大量已知的資訊和思想去進行 令到人們對人類知識的局限性缺乏了必要的謙信 還有對那些中期一生鑽研 並且深刻理解重要主題的專業人員缺乏了基本的信任 浦南加校長認為 現在是時候要重新考慮美國的第一修正案 當中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個就是不要讓言論自由成為一個藉口 阻止對虛假資訊的譴責 一個例子就是 如果有個學生因為一篇充滿方言的論文 被評為不合格 那麼他就說 這個論文是一篇言論自由的練習 不應該受到懲罰 其實這樣做法對學生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第二就是要把大學視為社會和思想的典範 當然了 前提就是大學的領導要有相當高的水平 學校才會有水平 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是一個比較水平的大學 特別是他的校長 在2019年美國聯邦調查局要求美國大學協助監視中國留學生 而哥倫比亞大學布林格校長當時明確地表示 哥倫比亞大學不會這麼做 其他國家來的學生、學者或者研究人員 來到哥倫比亞大學是學習和做研究的 波林格校長在畢業典禮上總結了 他說個人應該擁有絕對的言論自由 我們也不能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不良的言論 如果不是的話 長此發展下去 我們就會陷入一個瘋狂 並且會失去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社會 他認為良好的思維只關重要 應該是任何一個人或者社會的目標 拒絕錯誤的想法 無論如何難以準確定義 都是擁有良好思維的必要條件 這就是教育的目的 即是要培養人類良好的思考能力 從這個知識裡推理、尊重事實 對相關思想和觀點的保持合理的開放態度 我們要牢記言論自由的原則 但是不可以讓他超越我們重視的其他原則思想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大家和一個 尤其是香港教育界的人去深思這件事